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7月16日 週六歡迎收聽今天新聞 我們首先看看中國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在國際取款額度後 7月14日又傳出廣東華興銀行無法提款的消息 國泰軍安證券投資顧問陳威宇 在微信群裡透露 華興銀行爆裂 錢拿不出來 自己在華興的行長朋友已經離職 還有幾個朋友告訴他 華興90%資金流入房地產收不回來 陳威宇附上福田一處華興銀行營業網點的照片說 門口一群人 還有很多警察維穩 他還告誡說 涉足房地產行業的小農商行很多都出了問題 有錢只能存在四大行 華興銀行在14日當晚發緊急聲明說 這個銀行經營管理活動一切正常 並在第二天報警 陳威宇被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 以散布虛假信息為由行政拘留15天 但是第一財經證實 陳威宇微信照片中華興銀行福田營業網點 確實大門緊閉 只不過銀行給出的理由是地址變更 分行搬遷 大樓的門位亦證實 14日下午確實有人聚集 習近平為權鬥打擊恒大 打開了潘多拉盒子 台灣財信傳媒董事長謝金河 去年11月曾發文說 中國的金融體制是官商勾結的共犯結構 有權就可以去銀行搬錢 在房地產只升不跌的黃金年代 房企只能從銀行搬錢 就可以打遍天下無敵手 不過這個時代結束了 中國房地產的骨牌正一張張倒下 習近平肯定想不到就在二十大即將召開的時候 一場爛尾樓業主停赴銀行貸款運動 火速蔓延全國 進一步加劇房地產和銀行業的危機 河南爛尾樓業主最近去銀行 質問銀行監管帳戶為什麼不監管 以至於房地產商可以挪用建房款 導致樓盤爛尾 銀行主管的發言曝光了中共體制內 地方政府、銀行和開發商互相勾結的內幕 這名銀行主管說 開發商向我們提請求 說這筆錢要花在哪裡 我們也會將這東西核准 最終交到房管局 房管局批可以轉我們才轉 換句話說 我們銀行沒有能力核對 開發商到底做了什麼 我們也沒有義務核對 它究竟發了給工人 還是支付給第三方 監管資金的撥付 是由鄭州市房管局資金監管科 或資金監管署 它們允許撥付了 蓋了張 我們作為監管銀行 才能把錢撥出去 換句話說 我們是聽吩咐做事的 日本失落三十年 就是開始於1989年的房地產崩潰 這導致日本銀行紛紛破產 中國是否會重度日本覆設 目前已知的消息是 停付貸款風波已經波及包括四大行在內的中國15家銀行 包括工商、農業、中國、建設、交通、中信、郵柱、招商、輕業、平安、光大、民生、江蘇、折商和南京銀行 自媒體人江峰在最新的節目中提到 這波停付貸款潮的背後可能有中共內鬥的因素 因為如果出現房地產崩盤甚至金融市場崩盤 習近平二十大三連任之後 下一屆他如何捱 如果經濟出現災難 習近平被追責不能在二十大連任 就會被政敵清算 他就更加沒有出路 江峰說 斯里蘭卡國家破產 人民走上街頭包圍總統府 總統出途可能是中共的前車之鑑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訪港之後 在公眾的視野消失了13天 沒有公開露面 一度引發猜測 他兩天前秘密考察新疆的短片才突然流出 官媒罕見延遲了兩天後才披露他的行程 外界懷疑是出於安全的考慮 也指辟謠的意味濃厚 雖之前有人質疑消息和照片造假 但官方提供了影片 中共官媒報導說 12日至13日 習近平在新疆烏魯木齊市考察 先後參觀了新疆大學 烏魯木齊國際陸港區 天山區僱員行社區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等 這是習近平十八大上台以來第二次考察新疆 習近平在考察時說 新疆不再是邊緣地大 而是內核區、樞紐地大 要求地方當局工作要接地氣 要保護少數民族的寶貴文化財富 還要依發治疆、團結尹疆等等 而官媒更加定義 這是習近平在此鮮明地宣示治疆方略 多家官媒還播放了大約一分半鐘的影片 顯示穿著維吾爾族服裝的音樂家和舞蹈家 再歌再舞歡迎習近平 而一名維吾爾老人身後的一張海報上寫著 《中華民族一家親同心共足中國夢》 這是習近平最喜歡的口號之一 《華爾街日報》15日報導說 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認為 中共在針對維吾爾族進行大規模同化項目 北京否認虐待國內少數民族 並稱新疆政策屬於中國國內事務 二十大前夕正在尋求三連任的習近平 為了鞏固對當地統治想展示所謂的民族團結 反駁民族分裂的論調 而自稱東突厥斯坦流亡政府的胡達·亞爾認為 近年來習近平一直避開新疆 歷徒在中共政府和已經發生的暴行之間劃界線 他認為習近平在考察新疆期間 對當地社區的強調 意味著對該地區人民的控制更注重微觀層面 海外維吾爾人組織世界維吾爾大會的發言人 迪力夏提也表示 他的目的是向國際社會宣示中共當局 對東突厥斯坦的統治穩固 習近平前往當地不是為了更改現行的政策 而是向外表示中共鐵碗統治當地的強硬立場 15號是河南村鎮部分銀行存戶 能夠拿回存款的第一天 即使限額是5萬以下 但是也給了一部分人希望 據第一財經15號中午報導 大約有300名客戶成功提取現金 而據本台記者對存戶的採訪 他們都沒有拿到所謂的電資 甚至還登記不了 胡北張先生向本台說 沒有電資 現在他們還沒有電資給我 一位山東存戶表示 登記了 他說你登記的資料不對 登記之後沒有審核 要不就數額不對 我們群組裡四百多人 都沒有一個成功的 當時那個消息 所指的是河南銀監局通告 說得多麼好 說是包括5萬 包括5萬的都沒有成功 5萬以下的都沒有成功 1萬的都沒有成功 有媒體人認為 河南村鎮銀行存戶的錢 大概是追不回 那麼由7月10號 河南官方通告的用詞 就可以提出 通告裡使用了客戶的稱呼 而不是存戶 通常情況下 購買理財產品的人才是銀行的客戶 正常存款的人是存戶 敢說明今次河南村鎮銀行事件 官方始終將這些受害人的存款 定義為購買的是理財產品 而不是正常存款 這位媒體人還表示 由官方公布的電資資金來源 可以看出 不會再有後續了 據新郎財經報導 電資資金來源於地方公安機關 在案件查辦過程中 查封、扣押、凍結的新財富集團 部分資產處置 變演所得的現金 但是實際上 新財富組在今年2月 就已經註銷 到了4月爆煲 中間兩個月的時間 他的資產組就轉移 處理完了 上述媒體人總結說 由這一點來看 中共使用的就是拖字缺 那些能量大的 錢又沒有多少的 先跟你掛一條紅蘿蔔 讓你有些希望 這樣一些人就不會吵 而且維權的成本太高 在中國的環境下 組織一個3,000人的聚會 比地下工作者更難 再加上其他成本 拖你兩、三年 可能很多人就會放棄 這樣就達到中共的目的 川普14日 在新澤西州接受了 紐約雜誌周刊的採訪說 我已經做出決定了 但我是要在中期選舉之前 還是之後宣布 這個將是我的重大決定 川普說 我很有信心 如果我參選的話 我將會勝選 因為人民希望我參選 他說 在中期選舉之前 宣布這個決定 可能會帶來優勢 可以阻止潛在候選人發起的競選活動 而華盛頓郵報報導說 有知情人士透露 川普考慮在今年9月宣布參選 並且已經開始和顧問討論 誰應該參加競選活動 他的團隊表示 隨時準備好在線設備 以備他很快宣布競選活動 也開始和頂級捐助者會面 來討論2024年的參戰 據Politico的報導 最近幾個星期 川普在優士頓、納許維爾 和拉斯維加斯 已經召集了最富有 知名度最高的一些支持者 來參加親密晚宴 談論2024年的選舉計劃 在會中 長期支持川普的賭場大亨 魯芬勸川普早早宣布 再次敬續白宮 大多數參加參會的人 都同意魯芬的看法 但有人認為 等到中期選舉之後再宣布 會對川普更有利 這次的共和黨初選 一直在考驗川普的影響力 馬里蘭州將在7月19日 舉行的共和黨州長選舉 也都尤為引人注目 因為這個似乎是一場 背書人之間的戰爭 兩名主要候選人分別是由 現任州長霍根和川普背書的 由於任期限制 霍根無法再選連任 但他支持他的政府成員 埃利·舒爾茨成為他的繼任者 而川普則支持州眾議員 丹·巧克斯 川普在7月12日的一份聲明中說 指責霍根和舒爾茨 都是名義上的共和黨人 而他讚揚巧克斯的表現 近日文調顯示 川普以53%的選票 領先於其他潛在共和黨的挑戰者 緊隨其後的是 佛州州長德桑蒂斯 他的支持率為20.5% 14日 意大利總理德拉吉請辭 但意大利總統馬達雷拉不接受 歐元區第三大經濟體意大利陷入政治混沌 勢必牽動歐盟整體 《華爾加日報》報導 意大利聯合內閣的關鍵政黨五星運動 對是否交付武器給烏克蘭 補貼意大利對家庭應對通脹的壓度等 與內閣其他黨派意見不和 並宣布無法支持聯合政府 隨後德拉吉表態支持 意大利內閣涵蓋幾乎國內所有主要政黨 其中投號異議者的五星運動當日 在社福法案上任投票拒絕支持 引發聯合政府瓦解危機 德拉吉執政聯盟跨台反映意大利政治人物 在反風無常選舉環境的投機性 也凸顯意大利內政和外交政策的實質分歧 五星運動曾經是意大利最強大的反建制政黨 其黨魁恐替對政府向烏克蘭運送武器的政策開炮 認為這樣不利於以外交手段解決戰爭 但外長迪馬尤率領黨內一個大派系脫黨 並宣布支持德拉吉應對俄烏戰爭的親西方路線 德拉吉因而在國會能掌握相對多數 如果決定重組新內閣仍然有迴旋餘地 五星運動黨內仍然有些議員 可能繼續支持德拉吉 如果德拉吉堅持辭職 意大利總統就要徵信其他政黨領袖 是否願意出面組閣 挺到明年春季的全國大選 如果無人響應恐怕今年秋季需要提前改選 意大利的政治危機凸顯俄烏戰爭和能源價格飛漲 生活費用暴增等複合因素 嚴重衝擊部分歐洲國家內部凝聚 拉告各國組成施政穩定多數的難度 法國總統馬克龍越前也因為通脹惡化 在國會選舉失去多數 英國首相約翰遜上個星期因為連串醜聞辭職 執政的保守黨擔心政府應對高通脹的挑戰加劇 德拉吉始終是力挺經濟制裁俄國 及運交武器援助烏克蘭的歐洲領袖之一 他亦竭力支持烏克蘭成為歐盟成員候選國 立場比德國和法國更加積極 很多歐盟領導者希望曾任歐洲央央行長的德拉吉 能夠走出歷任意大利領袖的失敗而取得成功 但德拉吉上任時間短、民意基礎薄弱 以及意識形態不同的派系制肘 基盤著全面改革步伐 斯里蘭卡在今月6日宣告破產 彭博新聞在15日引述斯里蘭卡駐中共大使科霍納說 斯里蘭卡正在持續就高達40億美元的金援 和中共進行談判 並相信北京當局會在某個時間點同意援助 科霍納在受訪時表示 斯里蘭卡正要求中國提供10億美元的貸款 來償還今年到期的中共債務 此外 斯里蘭卡還尋求15億美元的信貸 以支付中國進口的商品 以及啟動價值15億美元的交換交易 科霍納還說 斯里蘭卡深信 中方會在某個時間點 會同意斯里蘭卡的要求 他還說 斯里蘭卡也已經對其他債權人提出類似要求 斯里蘭卡目前需要資金來穩定金融體系 他還堅定地說 我們相信中方遲早會加入金援斯里蘭卡的行列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15日在記者會上說 中國的金融機構向斯里蘭卡表達願意協助到期的中國債務 來應對當前困難 斯里蘭卡總理7月5日宣布國家已經破產 目前這個國家食品價格飛漲 民生物資短缺 燃料危機嚴重 這個國家大約626萬人 已經不知下一餐著落在哪裏 斯里蘭卡之所以會國家破產 除了疫情之外 更加和中共推行的一帶一路有著密切的關聯 過去十年當中 中共在斯里蘭卡的基建項目當中 投入了數十億美元的貸款 中共曾經許諾 斯里蘭卡如果接受中共的貸款 並讓中共國企來幫助修建機場、港口和會議中心等 斯里蘭卡就會迅速成為南亞的金融中心 人民會過上好日子 因此斯里蘭卡向中共進行高額貸款 斯里蘭卡目前欠中共大約65億美元 但是斯里蘭卡很快就發現 這麼多貸款為他們帶來的並不是大筆的收入 而是大筆的債務 而且債務迅速就好像滾雪球一樣 到了無力償還的程度 為了抵償債務 斯里蘭卡在2017年將漢班托塔港口 以99年租期租給一間中國公司 經濟學者鄭旭光曾經表示 漢班托塔港口項目就是所謂的大白象工程 中漢不中用又昂貴 是一個巨額負擔害人害己 時政評論人士唐正遠分析說 約翰亞當斯有句名言 征服一個國家一是用利劍一是用債務 很顯然中共選擇了後者 一帶一路在斯里蘭卡的現狀而言 看起來就好像是一個高級騙局 他說在當地沒有足夠收入 付不出相應的利息和本金的情況下 中共再利用當地國無法承擔債務 順勢將港口和機場收回轉到中共手裡 由中共自己做營運的設計 就好像漢班托塔港這樣的例子 最終是讓當事國雞飛彈打一場空 既沒有得到這些基建設施 又沒有得到相應的經濟效應 還欠了中共一堆債 從此政治經濟上 都不得不成為中共的富庸 多謝收聽這一節的今日新聞 再會!